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项低调的三房仍是在静观其变 这几年随着赌王身体情况变差之后 赌王家族在台前的代言人从赌王转移到了二房的几位子女以及四太身上 同时呢 关于赌王的病重 子女正常的新闻时有传出 虽然赌王及其家人数字公开辟谣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赌王离世呢 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而已 去了四房太太惹得一身风流债的赌王 或许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已经预料到 自己百年之后家中子女以及太太们会争产逗个你死我活 那时候的赌王在家中一言九鼎 震得住场面 几房的太太也不过是暗斗而已 为了平衡各方 赌王采取了人人有份的原则 分配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 赌王的原配李婉华因张自知死与赌王心生戒弟 在李婉华临终时 两个人几乎都是彼此厌弃的状态 也因为这个原因 赌王对于长方子女一向不待见 长方子女也知道自己在财产分配上没有任何的优势 早早地远离了战团 自谋生路去了 二太和赌王在谋重程度上是夫妻 更是商业伙伴 赌王胜在二太有胆虚 筋骨不让徐梅 是生意场上的一把好手 二太与赌王的几个子女也因为这个原因备受重视 何超穷拿下了赌王产业当中的信德 何超凤拿了奥伯公司主席以及执行董事的位置 何游龙则需令李门户 成立了新豪国际 继父亲之后拿下了博菜牌照不说 公司还要将进军日本 先跳过三房 说一说四房的情况 在外界看来呢 四房存在感最强的 当属是在最强大脑上大放异彩的何游君 他与西梦瑶率先的造人成功 更是为赌王家族增添了第三代的第一名男丁 一时之间风光无量 但是四房在财产争夺战当中 真正的狠角色是四太 四太与赌王因为跳舞而相恋 赌王相当的忠于这位太太 不仅培养他与一众老臣子之间的工作默契 更是给了他奥博公司最多的直接股份 表面上二房大获选胜 但是实际上 二房的所有子女间接股份加起来 才能够与四房手中的股份抗衡 加之近年来 四太也是在着异地笼络着老臣子 未来的博奥公司内呢 想必一定会大肆一场 比起二房与四房的各有千秋 三太所代表的三房则是显得有些暗淡 奥博公司的执行动势有三太一席 但是三太的几个子女都没能在集团当中 某的一官半职 三太手中也没有四太这么多的股份 因此呢 这几年三太一直处于自己努力低调做人的状态 虽然面对媒体的采访 赌王的家人们都是在打太极 称自己没有争传的想法 但是谁都知道 这不过是一场场面话而已 二房四房之间视同学货 赌王去世之后 再也没有人能够前置他们 思是极有可能的 如今赌王去世 一代传奇就此落幕 至于赌王的事业将由谁延续下去 则是一个未知数 想象赌王这一生也是颇为传奇 生而富贵 确实遭遇家道中落 虽然相貌英俊 但在那个年代 混血而被视为了异类 遭到各方排挤 在不被他人看好的情况之下 赌王搏杀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开创了自己的商业时代 在感情上 赌王有着一身风流寨 他为儿女们留下了巨额的财富 也留下了四房纷争的导火索 授业更比创业难 赌王家族的事业 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呢 去诈澳门赌场数十年的赌王 一生期累了普通人 十几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巨额财富 四房太太 儿女众多 享受了常人 难以享受的福分 外界常常对她的风流运势 津津乐道 而其穷则变 变则通 从来不睹 坚信努力改变命运的 传奇一生呢 更值得关注 何洪生 何洪生 1921年出生于香港 父亲何时光 是香港著名的富商 由于家境优渥 在12岁之前 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 年少时放荡不羁 学习成绩很差 然而13岁那年 父亲由于炒股 血本无归 家产化为泡影 父亲逃往越南 何洪生于母亲留守香港 牺牲于在一座破旧的汽车库里 毕竟毕恭毕敬的亲戚朋友们 如今都避而远之 尝尽了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失去后才知道珍惜 何洪生明白 穷人只能靠读书 方可出头 从此他发奋苦读 到学习末 已经变成了全班第一 并且如愿地获得奖学金 通过勤奋学习 在四年之后 考进了香港大学 并且拿下全额奖学金 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蜕变 如果当你也陷入到困境 要明白决心就是力量 有信心才能成功 也不要怪罪父母 不要将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转嫁给他人 而要从中吸取教训 促使自己成长和强大 用乐观的态度迎接困难 因为能打败你的 帮助你的 只有你自己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失手 才读到大三的何洪生 没有输读了 机缘巧合之下离开香港 踹着仅有的石岗员 用一个难民的身份 挤在了难民船舱的 来到澳门 何浑生来到澳门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秘书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 为了工作 他依然可以非情忘事地 自学多国语言 也重视凭借着语言这门技术 逐渐赢得了公司高层的器重 经常陪同公司的高层 外出谈生意 其实不管是谁 也无论是你在哪里 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从来没有白费的努力 也没有碰巧的成功 只有努力认真对待 也许有一天 你的努力就会收获丰硕的回报 一次外出 老板忘记带电话本 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一幕被何鸿燊 暗暗记在心里 从此 他便凭借着其刻苦 和超强的记忆能力 硬生生地把公司 2000多个客户的电话号码 牢记在心 外出时能随时随地地 告诉别人需要的电话号码 很快地就成为了公司干将 开始负责海上的贸易业务 赌王的经历 也很好地印证了机遇 只偏那些少于观察 有准备 并将之付诸与行动的人 2018年 何游军参加了最强大脑时 超强的能力 让我们记忆犹新 其强大的智商 无疑是完美地遗传了父亲的基因 而这一年 何鸿燊也遇到了 他生命当中的贵人和敌人妻子 堪称是当时的澳门第一美人的黎万华 两个人于1942年结婚 1943年 何游申从公司分到100万港元的分红 挣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 仅仅用两年的时间 当时呢 踹着10港元来到澳门的22S罗南公子 一下子成为了港澳区最年轻的大富豪 从此生意越做越大 涉足多个产业 人的才华就像是海绵里的水 没有强大的外力的挤压 他是留不出来的 艰苦时期的何鸿燊也正是这样 顶着巨大的压力 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 一步步地从一穷二白再次翻身 成为人生一家 由于其风头正经 招人嫉妒 面对黑社会的鸣枪案件 不得不于1953年 返回香港投身房地产业 这一决定呢 何而改变 使得了其身价 从几百万猛增到了1000万港元 成为了香港当时 为数不多的千万富豪之一 何鸿燊曾经说 我的字典里真的很少有个步子 但就是有个骗子 我好喜欢挑战 遇上任何棘手的问题 我很少说不 我会想办法 不行则需就改到行得通为止 人生都是穷则变 变则通 正是这种强大的自信 让他的一生当中不断地挑战 不断地变通当中逐渐成长 因为他有信心解决面临的一切问题 最大的机遇来自于1961年 何鸿燊与霍英东等合作的 尽头澳门赌场 赢得了博彩专英权 正式的进军博彩业 当时报纸一刊载 电台一宣布 他们就赢了 以前开赌场的那些人呢 就让他们过去谈话 让他24小时之内 收回按金回香港 这样呢就不再追究 否则的话 你的赌场开幕那天 你马上买好棺材 当然了何鸿燊已经是经非西弊 直接说 你可别喝我 已经没有用了 何鸿燊凭借 有回报澳门的承诺 夺得专英权 承诺所有的赌场赚到的钱 拿出绝大部分来做慈善 还承诺为澳门的经济建设处理 让他从一个低调的香港商人 一夜之间变成了澳门的 驾驭呼啸的知名人士 而这呢 也让那些骚扰他的人 再也不敢堂而皇之地 找他麻烦了 正是从那一天起 澳门的博彩也揭开了他崭新的一夜 虽然是一代赌王 但是何鸿燊从来不赌博 在一次采访当中曾经说 赌场刚开的时候 我天天去看 发现赌的人并不多 但一天营业结束之后 一开箱发现好多钱 这证明赢的都是庄稼 你去赌不就是笨吗 博彩更多的是娱乐成分 千万不要沉迷 我这个赌派出有人的 从来不赌钱 所以啊 劝君莫把赌博沾 没有人能够泡赌博发财的 赢钱时花点酒地的 不知节约 输钱时用光老本 只要不赌你就赢了 你赌就输了 要是不想输 唯一的方法就是远离赌博 对于成功 赌王说13岁时 由富变穷 是宝贵的挑战 认为自己的成功呢 只是因为勤奋 在架上不断冒出来的挑战 正因此 他对人生每一次的面临挑战 都心存感激 赌王的一生堪称传奇 他让我们明白了 只要努力 只要有信心 再大的困难都不是问题 人生的舞台可以随时为你拉开 关键是看你愿意表演 还是选择逃避 我可以拍摄 我可以拍摄